311日本大地震已经建满5年 福岛第一核电厂附近的核灾区 大部分都已经除染完毕 辐射量已经降到了正常数值 不过很多的居民还是不敢搬回来 像是油业艇因为核灾 人口的流失比例高达了86% 是全日本人口比例下降最多的城镇 虽然去年9月就已经告诉大家可以回来生活了 不过也只有大约6%的居民回来 重建之路非常的缓慢 来看特派记者尤昌华 在日本福岛的采访报道 两旁车辆呼啸而过 这里仿佛只是日本东北高速公路 随处可见的一景 但其实采访团已经来到福岛第一核电厂 半近20公里以内的核灾区浪江亭 现在的限量计它这个是实时的技术的 跟2013年年底相比 当时主干道封锁戒备森严 采访还得穿防护衣 核灾五周年后 归环困难的区域大幅缩减 只剩双叶厅 富岗厅等几个地区 抵达富岗厅这里距离核电厂更近 在半径10公里以内 维希浦指数跳动显示2.5 辐射量依然过高 民众无法居住 富岗厅公所的参事 龙则一美带我们来到 归环困难区跟居住限制区的分界点 这条路隔开两种遭遇 封锁线后的房子 因为辐射还没有去除干净 居民完全不能回来 这区受影响的居民 还有4800人左右 但怎么鉴定区域 不止辐射量高低 还有医院问题 没有储物的房子杂场蔓延 富岗厅内房子的储物率最慢 只有21.5% 道路最高有62.6% 虽然努力 但富岗厅还有约14000人在外避难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富岗厅 这边由于辐射的污染相当严重 所以连居民都没有办法回来 即便经过了五年 回家之路还是遥遥无奇 重建脚步虽然缓慢 仍得咬牙往前 富岗厅有35%的地区 列入准备解除管制的地区 像在富岗厅已经拆掉旧车站 2013年年底 原本这里还遗留海啸后的痕迹 如今景况大不相同 龙泽一美表示房子不能持续腐朽 因此居公所规划 先把这区的房子拆除 如果居民不回来 就会跟居民买下 做各种公共使用规划 通往游业厅的长阪县铁路 也预计在2019年前恢复通车 工人悄悄打打 不但清理正在遗迹 也要搭建展开新生活 另一个迈向新阶段的 则是游业厅2015年9月 已经开放让居民可以回来生活 超商内各种食物林立 鲜红的蔬果等待顾客选购 民众频繁进出 却是因为这家是游业厅 少数的超商之一 前来买点新的是协泽立光 在游业厅经营一家送报店 从灾前每天要送800份以上 回家后一天只要送100多份 人口因为核灾的影响 快速下降 流失的比例高达86% 是全日本人口比例下降 最多的城镇 努力号召之后 目前也只有6%的居民回来 还有大大要望是 医疗和健康福祉 这样的施設 都会双举给予 这些声音是挺多的 这些声音是顺务 在今年3月 生活不只吃喝 对于医疗的需求 让许多民众对于回家果不不前 指着自己的嘴唇 回忆车祸受的伤 再紧急都到车船 一个小时以外的盘城市 才能处理 该怎么吸引民众回来 游业厅的科长 诸寿佑介给出愿景 认为吸引企业回来投资 这片家园还能再度复兴 但眺望油业厅 储物的土包依然大规模摆放 号称储物率高达95% 何时能百分之百去工作坦承 没有时间表 只能继续努力 首相安倍晋商喊出 2017年3月全面解禁核灾区 但即便解禁 也可能会像游业厅一样 阴影在居民的心头 始终挥之不去 天气逐渐回暖 樱花等待开放 安心回家的那一刻 还得等多久 依然没有答案 有点TV有唱话 日本福导报导